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干了 你呀 上医院看你爸检查得怎么样了 咱们一块儿回去 我呀 待会儿还有个事儿呢 行 你呀 必须做手术 我建议你到井南去做 那里的条件和设备都比较好 大夫 我没什么大事儿吧 没什么大事儿 这是结果 你自己看吧 别笑 李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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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来 李天官 实 House 维ri 卡 李天官 鳖 李天官 李天官 ethnicity 是北京时间七点钟 姐 这个 你们给我画好 先去画一下 娘 我来了 你们这儿啊 上医院都去了一天了 怎么还不回来 没事的 娘 你放心吧 快拿车 你洗头洗脸洗定 干嘛偷我家洗一份 还有我挑的水 就知道占我的便宜你 你说谁呢你 说你呢 你常去干那些事 到底谁占谁的便宜 在夜里起来 到机窝里偷鸡蛋 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 就是你干的 你欠口配人 谁欠口你家鸡蛋了 就是你 你不说清楚了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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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有名的 家有名的 你说两个说的 找到我你 鸡蛋鸡蛋鸡蛋 林家庆 你还有脸说我你 我叫的你们李家 我一点好事都没有过着过 找了你这么个窝囊 我倒了八尾都没了你 你还有吗 也没完你 打电电 你还有 你干啥 我 我打你了 你干啥 你干啥 你还打我呀 你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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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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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爸 哎呀呀 没事 怎么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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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心 贾哥 松手 松手 贾心 你这是 你先松手 啊 你松手 贾哥 有事说事 动什么手 真是的 我的出口不如 别乱了 这日子 没法过了 你就 替四叔主持着把这个家 分了吧 四叔啊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清哥老打架 过两天就好了 这个家不能分哪 分开了 整天吵烦死了 分就分 分吧 谁打 谁打 爹 你说怎么分吧 爸 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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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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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怎么了 永乐 永乐 怎么了 我爸别害知智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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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 二哥 你就是拿自个儿的身子太不当回事了 有了病就拖着 看 把身子拖成这样了 我还没给你尽孝 我 孩子们还小 我 我 说的什么话呀 吃五股杂粮 还有不生病的 嗯 那医生啊 都是往怀出了刺 他给你往好处了刺 他给你往好处了刺 不就是去济南做个手术 那又啥呢 去就去 那又啥呢 那又啥呢 娘才六十五岁 耳不容眼不化 娘就要在这儿看着我儿子 一天天好起来 这区哪儿走那么多啊 老嫂子 别着急啊 永乐没事 永乐是好人哪 他会长年百岁的 是啊 是啊 放心吧 大娘 嫂子 你们先别着急 咱们先想办法 给永乐哥治病 这点东西啊 你们先收着啊 就是 嫂子 我们家就剩这点鸡蛋了 多少是点意思 您千万别先少 先给二哥治病要紧 你收下吧 这儿 这是我们以后 付了钱 现在永乐治病 不用了 我们家还有几袋玉米 拿去卖了 我们家还有绿药景 你把它卖了 是绿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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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绿药景 绿药景 大夫 王大娘 文娟 这位 是咱们公社新上任的 梁书记 我来看一看永乐 谢谢 进屋吧 梁书记 乡亲们 永乐呀 是个好同志 所以他的病呢 党组织一定会想办法 帮他治好 大家放心 对 谢谢梁书记 谢谢 谢谢 医生 人怎么样 放心吧 手术很成功 谢谢大夫 患这种癌症的病人 不等于宣判无救 数后五年的存活率 是百分之三十 但是 你们回去以后 一定要让他注意调养 多注意休息 千万可不能让他累着哦 小诊 小诊 故事多 一窗门 有 晚安 满地 崔小湖 有 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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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在医院啊 天天看着天花板 趁这么一个月吧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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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华儿 我接你来了 好好好 来 给你一下 什么 看看 太熟了 太熟了 快下 下 下 你跑跑了 下 下 快走 快走 好了 好了 给 谢谢妈妈 好好自一带 走吧 回家去吧 回家 走吧 你看 学生 我的爸爸 月儿 别走了 咱们给爸爸照张照片吧 好啊 好啊 快点儿 谢谢 快点儿 谢谢 好 好 小姑娘 又一点 小姑娘 妥妥 妥妥 妥妥看啊 等小一点 妥妥 妥妥 一 二 三 今天是三元村的支部改选 大家都是导员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呢 全国农村都出现了大好的局面 但是咱们三元村呢 几乎没什么变化 这个经济实力啊 在全战倒数第一 当然我知道 三元村自然条件差 村外的三个布岭呢 改造了很多年也不见成效 但是不管怎么说呀 你们作为村干部 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 他就有责任的 所以选支书呢 标准就一个 能带着大伙呢 过上好日子 所以你们 你们大家觉得谁行啊 咱就选谁 我觉着啊 永热行 为啥说永热行呢 那年呐 我带着十六个人到东北啊 当伐木工 永热最小 才十七岁 可是啊 到那里啊 没俩月 永热的能耐就显出来了 哎呀 要不是家里应叫回来啊 说不准啊 当了厂长了 永热行 当生产队长这几年也很卖力 每次修和都是他在队 就是这身体设外区 徐大福 你是上一届书记说说你的意见 大伙呢 宣永热当书记 我没啥意见 永热是个好人 是个热心人 人也很孝顺 身体啊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我相信 他一定能够 尽快地带上咱们全村 脱贫致富 好 下面这样啊 同意王永乐同志当书记的 请举手 你甭跟我说 说不能干就不能干 你别去找娘 我告诉你 他这书说大天使咱也不能干 不是 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 你还能管人吗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娘 让娘平平 娘 没事 他们写我当直书 文娟不同意 我能同意吗 娘 那医生说了 她这身体不能累 您勸勸她 您勸勸她 文娟说得对啊 便不是好歹 娘 我也没想到 他们会选我 人家选你啊 是看得起你 咱得感谢人家 可你这身子 真的干不了 娘 我去辞了 我找梁书记都三次了 可没有辞起来 人家大夫说了 跑腿的事啊 他们干 就是让我出出主意 那也不能干 娘 全村八百口人啊 这吃喝拉撒大事小事的 他要是干上了 还不把命给豁出去了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这上又老下又小的 你认我怎么弄你 文娟 文娟说得对呀 你这身子啊 撑不住 我知道 兴许我干不了几年 可就是这样 大家还是选了我 人家觉得 我人缘好 我们三元村这么穷 总得有人站出来 领着大家往前奔 不然的话 我们三元村 就会像我的身体一样 没指望了 再说了 在我的生死半头 是组织上 甚至动用了党费 救活了我的命 我今天能活着 就要为党分忧 为咱们的乡里乡亲 办点实事 娘 我想了 我能活一年 就拼一年 要是能活十年 我还撞五年呢 你胡说些什么呀 知情报恩 天经地义 你 娘啊 对你们这几个孩子 没什么要求的东西 不用你们的钱 到年底下 给我领张奖状回来就行了 人家大伙选你 不就是给你发的奖状吗 娘 晚上睡觉啊 夹上床被子 做了那么大的手术 身子不能着凉 凉 王书记 王书记 你看看这三部来了 将近三百往地 你 土质不好 最关键的问题啊 是没有水啊 种菜菜不长 种粮食 颗粒不瘦 你说这可咋整 种果树 果树 这一天我想了 进大口井 有了水 有了水什么事都好办了 东令苹果西令桃 南岭山楂带葡萄 三年以后 这就是华国山了 你可是真该想啊 大阪 咱能想到就能做到 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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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起来 来 下起来 行不行不行就别看不着啊 好 出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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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啊 哎呦呦 杨树就来了 我去李家庄啊 路过这儿 不是 会上不是说不让他进去啊 那你干重活吧 你说你 我跟你说 这我可就要批评你了 没事 我心里有数 这是晓月吧 叔 我跟你说啊 仿制厂的招工指标下来了 镇上研究决定呢 给你们家一个 你爸呀 他整天工作 顾不上家 你进城去挣点钱 还可以贴不点家用啊 真的呀 当然是真的了 爸 你刚把孩子搞定了 谢谢梁书记 谢谢梁书记 谢啥呀 谢 行了 我走了 慢走 这件 好 算了 这衣服都给你们吧 反正我进了工厂就要花工作服了 真的 姐 刀哥人有什么好 当然好了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的 每个月还发工资呢 我下了班以后啊 还可以去逛逛大街 看看电影 夏天还可以穿漂亮的裙子 大叔 三婶子 小姑 你们这是 永乐 听说来了招工指标了 让我家老三去吧 永乐啊 你得公道啊 是啊 好事不能让当干部的独吞啊 对 是啊 得公道啊 你得公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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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脸都看着 你得公道啊 你家的不就是大会呀 你得公道啊 月 你来啦 啊 妈 你来干什么 我陪你干活啊 你回去啊 妈 我上了班可就忙了 到时候你想让我陪你啊 我还没时间呢 哎呀 月儿 你爸为了你的事 连黑夜里都没有睡好觉了 我知道 这可是咱家大事 今后从我这带起 咱家可就不再是农村户口了 小月 那个当工人的不是今天报到吗 你咋还没去呢 教练 哎 嫂子 我先走了啊 妈 怎么回事啊 啥咋回事 纸标的事啊 你妈你快说话呀 怎么回事啊 纸标你爸 打个儿女儿了 什么 我找我爸去 月 月 来 爸 哎 爸 那指标是给我的 我要我那个指标 那个指标是你的不假 但是你想想啊 爸爸是知书 有好事 我这想着大家不是吗 又是想着大家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前途呀 就因为您是知书 我就被中一辈子装下呀 以后还有机会啊 爸 谁不知道 农村户口也演变成岭户口 那比登天还难 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 可我才初中毕业根本就不行 上次 上次生理照顾 我去报了好几次命 可人家都说了 农村户口一个都不要 好 月儿 等下一次 好吗 我找奶奶去 小月儿 奶奶 我当了工人 这么钱全给家里 你就跟我爸说说吧 他就听您的 月儿啊 你是大孩子了 那体谅大人的难处啊 奶奶 我还不体谅大人吗 我初中一毕业 我爸就说家里困难 让我别上高中了 我就回来了 我中地卫生狗食材 还我哪样干的少了吗 你们总数让我体谅大人 你们怎么从来都不体谅我呀 月儿 可你爸爸这支书 是给全村子人当的呀 月儿 你想想 你要是去当了工人 那大伙儿 还不得出咱几两股啊 奶奶 你怎么也不管我呀 那我找梁书你去 我站住 我去见 你们怎么都不替我想想啊 月儿啊 你懂事啊 你走 拉上城里上班去了 下一次当工人呢 好 让你来看看啊 月儿 月儿 回来 Kita 准备 李 nd diesen 赵初 但是下一次 他给你们 nonsense 前往天 快点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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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过来 医生 孩子怎么样 我求求救救孩子 你没听见你了 让医生 快绊uj 这儿过来 我记得瑛西 不行 跟我说 艳婶 他们过来 您还记得瑛西 先 desarrollo 聊一下 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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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